当宅宅下班的时候 将会打开 昂的开关 宅宅下班中 昂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收听宅宅下班中 我是阿芷 我是布姑 我是帕帕熊 大家今天看漫画了吗 看了 看了 看超多的 漂亮哦 不对啊 我们大家都要看很多漫画 真的太好了 可是丽儿愉悦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漫画 是美食漫画 它的书名叫做 料理先机 作者是局地正太 台湾由东泛出版社出版 它有第一部跟第二部 第一部是全16集 然后第二部是11集 那目前都已经完结 至于这部漫画 它是由 它是主要是以日本的 和食料理为主的故事 不过因为它的画风吧 我觉得它的画风 其实还蛮有服饰会 那个算服饰会吗 没错 很有个人风格啦 对啊 觉得人有点晕晕的感觉 晕晕的 晕晕的齁 那个线条 就是不太像 不太像现代人 会习惯的那种画风 没错 对 其实我当初也是 我以前大学时代吧 然后是我的朋友塞给我的 不然我自己也不会 主动去看这一部 但看完之后 觉得有推荐的理由 这部吗 对啊 这部其实是 其实是我觉得 我想推荐 因为一般的 料理的漫画 基本上 应该说美食漫画 有分为 去寻找美食的那种 猎食 美食猎人 对 那种类型的 跟另外一种就是 制作料理的类型 烹调类的 对对 烹调啊 料理类的 那这部料理先机 它是属于 类似 制作料理类的类型 可是我觉得它很微妙 它给我的感觉 其实有点游离 在这两个之外 对 它是一个 我刚刚也有 跟大家 就是我们小伙伴 在之前 录之前 有稍微讨论一下 这部其实是我 阿子我提出来 我想要推荐 就是说 虽然为什么 我会觉得像这种画风 明明不是特别的 符合现代流行 可是因为我觉得 它相当的 有味道 而且很切合 它关于 和石跟 和的文化的 这个理念 如果大家有拿到实体书 应该 会有发现 它的封面 封面的纸 是那种 和纸的那种质感 然后它整体的设计 其实都是相当的 怎么讲 充满日式风味吧 然后故事的背景呢 是 设定在一个 叫做什么 一生安 这个日本料理老店 然后呢 主角 女主角是这个 料理老店的 那个看板娘 就是女将 他们那个 日本称之为女将 就是类似 他们的那个 招牌看板娘 是这里面的主角 那我们另外一个 男主角 就是来带出 这个世界的主视角 是一个叫做 江崎豪夫的 一个青年 然后因为他是 他们家也是 经营旅馆的 然后就被说 出来到他们这边 算是去学习 顺便去接手 他们那个 类似行政业务 这样的工作 然后去了解 怎么经营 一家料理店 这样子 但是呢 因为他的名字 豪夫很像 那个博尔家吧 就常常被 那个阿仙 就是我们刚刚说 的看板女 就是我们的那个 女主角 就叫她顾立国 这样子 然后就是 故事就是借由 这个一般的 这个青年 然后来看看 经营了这个 有几百年的 那个历史老店的 这个一生安老板娘 阿仙她 待人处事 跟她整个 对于 怎么说 文化的传承 我觉得那个 就是 具有传承感 对啊 因为我这一部漫画 我在看的时候啊 我之前之所以会说 她好像有点游离在 美食猎人 以及烹调 烹调料理 这两个概念之外的原因 是因为 我觉得这部漫画 看起来 除了像阿仙说的以外 她在介绍 和 和时 和的思想之外 还有就是 她很大的 篇幅 是在描述 这位看板娘 她的名字叫 仙嘛 阿仙 对 她在描述 她这个人是怎样的人 然后她的想法 她的思想是怎样的 然后基本上 这部作品的原文 也是以这个 看板娘的名字 当做她的书名的 对 所以其实 严格来讲 嗯 我是觉得 怎么讲 我觉得阿仙这个人 这个看板娘 可以作为 这一部的核心组织 比起料理 没错 没错 应该说 我觉得作者 她借由阿仙这个人 然后来 算是 凝结了作者 想要传达的 所有东西 用这个角色来呈现 所以说那些 作者想要传达的 比如说 不浪费的那些想法 什么的 他就会透过 阿仙的一些举动 然后他的 作为去说明 这样子 对 例如说就是 阿仙他处理食材的时候 厨房的厨余 会比平常剩的 还要更少掉一半以上 因为阿仙他会充分的 利用所有的食材 然后就是 而且他 阿仙在料理上 他是 他会以客人 去思考 就是以最切切的 食材的方式 然后再去思考 客人的需求 然后去提供 他们的食材 而且他们的提供 除了提供 食物之外 他们的那家店的 代客 还有他们那家店的 所有的摆饰 所有的那种 不管是坐垫也好 还是摆的花器 或者是用的器皿 全部都是相当有味道 而且是 符合你使用的 可能就是 你看到 他们随便不经意 拿一个小菜出来 这个小碟子 说不定那个 就是古董碟 可是他们却很自然的 却使用了这些东西 然后给客人使用 然后他们也不会 刻意去浮夸的 去讲说 这个东西有多少钱 干嘛 而是 阿仙他觉得说 这样是最适合 最美 而且最能够呈现的东西 他就会使用 阿仙他对于 不管是 面对这些 实用器皿的 想法的想法也好 还是面对 对于客人之间 还有面对食材 这些整个的整体 作者想要借由 阿仙这个人的视角 来带出这个故事 然后呢 而用那个 孤立果这个男性角 这个一般人的视角 来看待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没错 而且阿仙 好像也不止 料理 很熟以外 他好像连古丸 那种古董器 器皿 他都非常的 就是会演独具吧 应该这样说 他具有能够 辨识古董 辨识好货 不一定是古董 对对 辨识好货 他好像就是 不是那种 用金钱去衡量 说这个古董怎么样 或者是他真的还假的 他好像是真的去看到 说那个作品本身 具有那个 当初制作他的人的 那个灵魂的感觉 对对对对 所以他买东西时 可能 几万块的东西也好 几十万的东西也好 甚至几百块的东西也好 只要他觉得 这个东西很好 很棒 很适合 他就会买 所以那个金钱观 相当的乱来 有趣 真的 我我觉得 啪啪熊觉得 另外就是 那个阿仙 他的妈妈 也是一个 出场的时候 让啪啪熊 印象很深刻的人 阿仙的话 是可以 辨识好东西的 他具有辨识好东西的能力 而阿仙的妈妈 那个老板娘 前任老板娘 他则是善于 培养人 就像阿仙 他擅长的是 分辨好东西 而他妈妈 则是擅长 怎么讲 培育 能够 产生出好东西的人 匠人吧 专门培育那些 匠人的人 这是阿仙他妈妈的特色 对 所以 举个 以一个 他们 举个例子吧 因为我记得里面 有一篇 让我印象很深刻的 一个单回 就是 关于米 因为他们那个 他们那个 整个一生安 这家日本老店里面的 所有员工 其实都有 都是很多那种各个 不是食材行 就是料理店 不然就做酒 就那种都有相关的行业 他们家的孩子 来这边算是 顺便学习 然后同时也是当做员工 这样子 然后他们在这边 确实也学到很多 而 其中就有一个 里面家里是做卖米的 那 那一集 那一篇吧 就让我印象很深刻 因为他里面就提到说 他们稻子 稻米 然后从那个稻谷 稻谷食用 可能就是编草鞋啊 可能像是拿来做 盖草棚啊 或者是 甚至把那个 稻烧过的那些灰啊 可以拿来 就米糠洗澡 或者说把那个灰 拿去揉到那个淘气里面 然后制作淘气 对了 阿信也会自己制作淘气 阿信是多才多艺啊 超级多才多艺 他在作品里面 是一个万能的角色 真的真的 就是虽然有点天然 然后有点天然 待着傻大姐 但是却非常的 具有独具慧眼的 一个那种天才型的 品味很好 天才型的大姐姐这样子 说到傻大姐 就是阿信早上起来的时候 就是好像会有种 就是半睡半醒的情况下 他都会找一个人 去一下 他特别喜欢找 就是那个女性亲的时候 都觉得 难道阿信 因为看到这个很高兴 谁要可以写给我 不是吧 你们是不是 我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其他的侍女 还非常的 就是谢幕 就是被亲的那个 对 怎么今天是 那个女仆 找换我了 不是 可是我觉得这部作品 就是一个 四老头做的作品 对不起 对徐立正他老师 有点抱歉 可是我当时 看这部作品时 就你就可以很明确的 感受到这个作者 他本身其实是个 大叔 对大叔 虽然很坚持这种 对于日本这种 日和的文化的 这种思想的大叔 但是可以感觉到说 他对于那种女性的 呃 冲击 想法 想法 对对对 就是看他这样 因为你知道阿仙 他虽然非常的 具有女人味 但是他其实很常 做出一些 非常帅气的江户 江户时期的嘛 就是那种 会撸起袖子 来干把的那种 对对对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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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他就觉得他是 把大叔内心结论 对好爽帅气的 那种江户男子 跟有女人味的 那种女性 把他柔和在一起 创造出 阿仙这个角色 对 因为我觉得这部作品嘛 他就是以阿仙为名 他就是在卖阿仙这个人 跟他的世界观 对没错 这样的作品 大家可以张相 所以比起那些料理 其实跟托尔斯 在看阿仙这个人 我觉得这部的看点 就是在这边 那其实还蛮够 够味的 就是非常帅气 首先非常帅气 那当然也非常的 可爱 对对 有点 有一点就是 可以感觉得到 作者是男性啦 的那种感觉 对 不过有个 有个麻烦的地方 就是因为我不是说 作者他的画风 很具有个人特色嘛 所以他其实 他角色辨识度不够高 有时候你很容易会 有时候你会分不太出来 到底谁是谁 这样子 这脸我就好一点 但侧脸很强 就对于一个 原本就连忙的人 大概就全部都不记得 自己的阿仙吧 对啊 就不太好认啦 这是一个麻烦的地方 不过 不过他的故事 呃 他其实故事有点长啊 因为我想说 第一部十六集 其实老实说 虽然有些美食漫画 也是动辄十几 二十四十集 有没有 嗯 有嘛 然后所以一集 第一部十六集 好像就已经有点长了 但是 呃 他为什么会有第二部 他还有第二部 他有第二部 新料理先机 就是 第二部叫 也是叫做那个 料理先机 不过他有个副标题 叫做那个 真传不断 风骨延绵 那为什么他会有 那个副标 就是为什么会有 这个第二部出现呢 这个是一个八卦 八卦 因为当时料理先机 他其实有拍成日剧 然后拍成日剧呢 呃 好像踩到了老师的雷点 因为他好像觉得说 里面有些工作人员 的态度 让他真的踩到他的雷 神奇 对 他有神奇 他在那个 《漫画后继》里面 他有很神奇的 写这件事 所以后来之后 第一部结尾 然后第二部呢 我刚刚说的 那个新料理先机 然后就有副歌 叫做真传不断 风骨延绵的 这个第二部的时候 我就发现一件 很好玩的事 就是他的说教意味 变得好重 我有发现 所以第二部的 说教意味 其实很重 我是觉得说 其实看第一部就可以啦 要我说的话 我会这么讲 因为我觉得说教意味 太重的东西 我觉得没有很有意思 乐趣会有点上司啦 就是那个配比 配比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第一部 有一点就是 他先把故事带出来 然后他先让你看 阿仙这个人 跟阿仙做的事 然后在最后再点题 说他想要表达的东西 是什么 比如说 阿仙 总是如果阿仙长出 垃圾都是最少的嘛 然后如果这块布 是那个 传统的染布的话 最后是怎么被使用的嘛 类似这种感觉 然后最后才会点出来 然后但是 这种就是配比比较好的 故事中融合了 就是想表达的东西 但是如果在一边讲故事的时候 就一边讲的话 那就会有一点 有点太多 对 对对对 所以我就很明显的 可以感受到说 他的第二部就是 感觉上是 讲要借着故事 要想要跟大家说明 这个风骨传承的重要性 然后顺便骂骂人之类的 等一下我们不是推荐吗 怎么偏向吐槽了 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来个数位 好啊 整体来说 我觉得他是蛮有 蛮好看的一部 而且有些东西 他会让你很想去吃吃看 对 我是会想说 想去消费看看 但听说他们这个消费 应该不便宜 虽然故事中从来没有提过 但是我看 好像并不是能够 时常去吃的那种料理 看起来就很贵啊 你进去 然后你碰到所有东西 基本上都是股东 不然就是大家的制作这样子 对对 你的那栋房子 也是那种老店 你踩了木头 你踩了木头 你有什么需求都满足你 对 看起来就 这就不是一个评价大众 感觉很贵 对真的 对啊 但是还是很想吃啊 我觉得料理 美食作品的最大特色 一就是让你想去吃嘛 二就是 能够让你感受到文化吧 我觉得这部 料理先知一最大的特色就是 它有去呈现出那个文化感 嗯 就是跟其他的料理漫画 比较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 它的料理是 它很明显的就锁定在 关于核 核食这个核的文化 就是包含着它 东西食物的最初的 制作产生 然后到制作它的人 然后到这些食物来到 来到料理的店 那你怎么去处理这个食材 包含去盛这个食材的器皿 这个环境 这个桌子 这个垫子 这个整个的布置 旁边插的花 然后一直到你客人来 然后我们接待你 跟这些侍女们 他们的这些 烟心举止跟谈吐 这一切一整个下来的 整个核的文化 就是这个核食的概念 整个氛围的描述 我觉得 这就是这部作品 它一直很想提的 那它由 藉由这个贤 阿贤 这个角色来玩 呈现出这个核的观念 核的概念 这样子 我觉得就是 类似这样的作品 有机会 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下 虽然我真的觉得 那个画风 我不太 我不太有知识 那个画风 可以啦 我觉得你只是要 一开始的时候接触 然后你要先习惯这样子 因为它其实不丑 它只是属于 现在不流行的 那一种类 对啦 然后会比较杂乱 是没错 对 这种 不是现在流行的画风 但我认为 如果书看的比较多 其实这应该也算是 可接受的范围 完全可接受的范围 是 是 好啊 那我们今天推荐的 这部料理仙机 呃 我是觉得蛮有趣的啦 那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 可以翻翻 讲得很没事情 我觉得还蛮值得一看的 对啊 我是觉得它有 它很值得一看的地方 但是它感觉很久 应该比较不好找 因为我倒觉得还好 租书店很还蛮好 蛮多的 租书店都倒光啦 好好好 因为这冬饭的书 其实应该还不算难找 冬饭意外的书 其实量还蛮足的 我觉得 哦 好 那我们今天的推荐 就到这里 那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上班 上班 我们要工作 上班了 回去回去工作 哦 咯 我们下班了 我们下班了 停研究